美众议院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 再次鼓吹所谓支持邀请台湾地区参与环泰军演 拜登政府宣布上任后的第五次对台军售 美国执意打台湾牌 适合居心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我们不难看出 美国方面仍然是把台当局完全是当作一颗战略 甚至是战术上的一颗棋子 就是它对台湾武器销售的越多 它在武器装备上或在军事力量的发展上 它更离不开美国 既然你离不开美国 那就要当美国的妻子 一周两次美舰本福德号 频繁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挑衅 美日又在日本周边举行罕见大规模军演 美军是想在该地区搅动怎样的风浪 把水搅混 美国妄图要浑水摸鱼 美媒声称俄乌冲突即将进入最危险的新阶段 美国国防预算再次刷新记录 表示增加部分是为了应对所谓中俄威胁 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 暗藏了怎样的获薪呢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 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 再次鼓吹邀请台湾地区参与2024年环太军演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岛内媒体报道 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 鼓吹支持邀请台湾地区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 所谓台湾地区和平与稳定法案 也纳入其中 强化所谓美台伙伴关系 并鼓吹所谓中国威胁 报道称 该法案要求拜登政府 在90天内提出政府整体战略报告 加强对海峡两岸冲突的威慑 并着重与台当局合作 对于这种狼来了的故事 很快传到了岛内 遭到网友嘲讽 年年建议 年年没戏 我外交部就曾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中的 涉华内容表示过严正反对 敦促美方摒弃过时的冷战联合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不得将有关法案针对中国 损害中方利益的消极内容和条款付诸实施 不得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和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 另据岛内媒体7月15号报道 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 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 包括非机密备件与维修零件 以及坦克与战车组装在内的技术支援 估计总额为1.08亿美元 报道炒作称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的 第五次对台军售 也是今年第四次军售案 对此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声称 此次军售涉及维持台湾地区的 车辆小心武器 战斗武器系统与后勤支持物品 同时进一步增强 与美国和其他美盟友的互操作性 与此同时 岛内各大媒体近日同步大肆报道 台自造潜艇案 以及美国相关军售的细节 而且内容多处雷同 据悉这些内容就连台防务部门 也未能了解 引发了美方情报人士 搜集和追查消息来源 导致台美情报圈整个都冻了起来 报道称 台造潜艇原型艇实际进度成迷 这次报道所披露的内容 直接点名美方军备厂商 所设装备型号 以及对美军售作业程序等 许多是过去未曾公开过的细节 那么美仍打台湾牌 鼓吹台湾地区参加环泰军演 背后有什么深层目的 白德政府宣布第五次对台军售 时何居心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近日呢 这个美国众议院通过了 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鼓吹邀请台湾地区参与 2024年的环泰军演 这是什么目的呢 王先生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们不难看出呢 美国方面仍然是把台当局 完全是当作一颗战略 甚至是战术上的一颗棋子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 它提出的都是相关的建议 这个用建议这个词 其实它就给自己留下了 一个很大的回旋的余地 接下来这个一方面 是到底所谓的邀请还是不邀请 另一方面呢 就是避免出现一种不测的事态 把这个所谓对台湾当局 对这个操作的这种主动权 始终放到自己的手里 另外一个呢 就我们看相关建议的这个具体的内容 它是这样的 它说这个建议呢 每年会对台湾当局的所谓自我防卫能力 去做一个评估 然后评估之后 根据这样一个评估的指标和水平 那么对于它提出相应的这种改进 完善的这样一些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是什么 我想这个答案啊 不言自明 就是美国方面会对台继续加大 所谓军售的这样一种力度 不管台当局是否真正意义上 所谓需要不需要这些军事装备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点 就是一个变化 虽然他说邀请台当局 最终呢 他没有这样做 但是不排除 他会在未来 或者说在一个多月的演习 环台军演期间 他展开一些具体的小动作 那么这就是会是另外的一个 叫小步快跑的一种突破 那么这种形式 会不会作为一个长时间链条 在两年之间作为一种准备 那么现在他释放说 2024又要邀请他 这里边可能会包藏的 其他的一层祸心 那请教曹先生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宣布了 上台之后的第五次对台军售 估计总额是1.08亿美元 主要集中在后勤技术支持 此举有什么危害呢 起码这样的行径 会造成三点重大的危害 第一是破坏 就是台海的这种稳定和局势 因为美国他老说 我们反对就是任何国家单边的 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他卖出军火 恰恰是给台湾地区 就是斜阳自重 以武谋独提供了动力 那才是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这是第一点危害 那么第二点危害呢 就是这种大大的透支美国的这个国际的信义 因为美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讲得非常明确 就是逐步地减少对台武器装备的这个销售 最后直至归零 就是不卖 但是美国你看几十年来并没有遵守他承诺的 这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里边的这些条款或者相关的内容 那这透支自己的这个国际信义 还有呢就是他对台湾武器销售的越多 他在武器装备上或在军事力量的发展上 他更离不开美国 既然你离不开美国 那就要当美国的妻子 因为美国不会把他作为一个真正的盟友 或者是一个伙伴来看待的 需要你用的时候 你就冲锋在前 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会抛弃掉 王先生 我们关注到近日岛内媒体大肆报道 这个台当局的潜艇资造案和美军售的相关细节 甚至有些细节连台防务部门都不知晓 这背后有什么阴谋呢 台媒这次爆出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应该说比较离奇 有点玄乎 这个主要是它爆出来的很多是细节性的东西 比如说一方面是台当局的 所谓潜艇资造的一些真相 另一方面就是包括美国与台当局之间 产生一些勾连 包括美制装备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细节 应该说在舆论上引起一阵哗然 那就是说接触了一个真相 什么样呢 在几年前台当局就提出这样 一个在当时我们记得岛内的媒体 就爆出来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以这个买废铁这样一种形式 试图呢 从这个美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 展开一些核心装备的那种进口 接下来它造出那个潜艇 看似是这个像饺子一样 有皮儿的馅儿 最后很可能就是皮儿 是它自己的剩下的馅儿 全都是这个其他的方面去给它提供的 或者说给它生产制造组装的 它只是一个 或者是它本身就只是一个组装者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个消息呢 断断续续这几年来都在炒作 如果说这次岛内媒体 暴露出来的这些 很大程度是一些真相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最不希望 这个真相暴露出来的 除了台当局之外 还有就是美国 因为它暴露这些消息 有鼻子有眼 说这个具体的一些装备 并且提出了型号 而且哪一款装备是洛马生产的 哪一款装备是雷神生产的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细节 大家可谓是有图有真相啊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上补的台面的东西 这是暗箱操作的东西 现在上得台面 把它摆到桌面上去谈 那谁难堪啊 这就是说台当局 这个所谓潜艇自造 这样的一个谎言被戳破了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岛内有些媒体说 这样的一个情况暴露出来 像蝶中蝶一样的 这个案子暴露出来 很可能会影响美国 对台当局的这种所谓的信任 其实这就反映出了 内部的一些真相 一周之内两次频繁挑衅 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 先闯我西沙领海 又在南沙群岛附近航行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美国海军16号发布消息称 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 在南沙群岛附近航行 报道称这是美舰一周内 第二次在南海相关海域 进行此类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就在几天前美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 曾非法闯入我西沙领海 另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 于6号 11号 12号 分别在日本海 太平洋 东海等空域 举行了大规模日美联合演习 报道称此举被认为 是向中国和俄罗斯展示力量 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 共投入了20架战机 来自纳坝基地和宫崎县 新天元基地的F-15战斗机 与来自福岗县驻城基地的F-2战斗机 分别参加演习 福岗县春日基地和纳坝基地的 航空警戒管制团也参加了演习 另外美军共投入32架飞机 其中包括空军的F-22 F-35A F-15等三种战斗机 和E-3空中预警机 KC-135空中加油机 以及海军的P-8巡逻机 此外据外媒报道 美国空军至少有4架B-2A隐形轰炸机 罕见的从密苏里州的美军基地起飞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降落 高调展示实力 报道原因 美国空军第393远征轰炸中队指挥官 库斯加德忠孝的话说 这是支持澳大利亚 和向中国展示力量的明确信号 那么美舰一周之内 两次在南海附近航行 频繁挑衅究竟想干什么 美军与印太盟友加强军事合作 有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为您播出 请教两位 我们看到一周之内两次 美军的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 频繁地在南海相关海域航行挑衅 究竟想干什么 王先生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是包藏双重火星的 首先来看美国 它在短短不到一周之内 一方面是闯西沙的领海 另一方面到南沙群岛附近的海域航行 它分别各有目的 比如说在南沙 我们知道南海问题 就是南沙部分岛礁的 这个岛礁的争端和海洋化解问题 那么美国到这里来 这个展开相应的行动 很显然 它就是要把当前已经基本上 趋稳向好的南海的态势 再也不去炒热 具体而言 我们从战略层面上来分析 美国方面它就是要让 这个在南海的行动 逐渐地去贴合 它所谓海洋战略的一个调整 我们看到过去 美国到相应海域之内 挑衅的这个方式 它还是打着国际法当中 所谓的无害通过这样的一个幌子 那么现在近几年 美国有关的智库建议它 就是说你干脆 装也不要装了 研也不要研了 把过去的无害通过 变成现在的叫无理通过 这个无理通过 就是说它在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 它要更加的招摇过势 更加的肆无忌惮 也就是说挑衅的这个意味 要更浓一些 所以由此就看出 美国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 就是要不断地强化 它在印太区域 或者说它口中的印太 关键地带的一种部署 另外的一种目的 我想跟这个当前的南海态势 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说到南海为什么趋稳向好 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 共同在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 这个过程很关键的一步 就是要不断地排除外部的干扰 排除域外大国 这种恶意介入的风险 美国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它非常的不甘心 它一直在挑拨有关的国家 但是相关的东南亚国家 现在并没有上钩 而且是上钩的这种可能性 是越来越低 所以美国它通过这种方式 把南海的局势 进一步地炒热之后 使南海产生这样一种复杂化 争端的复杂化 争议的扩大化 包括整个局势的军事化 这样的一种态势 拔水搅混 美国妄图要昏水摸鱼 我们关注到美日近日 还举行了一个大规模演习 双方共出动了52架战机 报道说这次的规模非常罕见 您怎么看 这个就是美日之间的 这种军事演习实际上很多的 这次的变化呢 主要是体现在空中 体现在这个数量 因为这个大国对抗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数量 你一两架飞机的演习 那就是个象征的意义 而你几十架飞机 特别是这种体系化的 作战能力的显示 比如说预警机 轰炸机 加油机 尖击机 它成一个体系 这才能够比较好的完成 争夺制空权 或者是由空中对陆地海上的打击 那么这一定需要数量 而日本呢 就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国 来给它帮这个忙 但日本图的是什么呢 日本图的是 所谓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正常化国家 现在要突破和平宪法 要修宪 那首先要在能力上 特别是在军事能力上 有大幅度的提升 要把自己专守防卫的这个政策 变成一种能够进攻的政策 不能够交战的 我要能够进行交战 因为什么呢 你美国给我拴的这个绳 系的这个套 我还要让你美国来解 对吧 所以我现在给你美国帮忙 那我帮的是你的忙 那你应该给我解这个套 所以日本图的是什么呢 我把我的这些军力 来为你美国服务 我既然是为你服务的 给你当妻子而使的 那你美国下一步 在解套的时候 就要给我松松绑 就对日本的修宪 这个要睁着眼 闭着眼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美日的 这个空中的 这个大规模的联合演习 实际上呢 就是各有所图 那我们看到美国一边 在这个空中加强 与日本的合作 另一边呢 还把这个B2A隐形轰炸机 降落在了澳大利亚 那么外媒报到此事的时候呢 也用了罕见一词 对此您怎么看呢 确实这个情况是比较罕见的 这其实体现出呢 美国在整个印太布局当中啊 它越来越重视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印太两洋结合部 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看到美国其实 这个它通过一系列的 这种军事和这个战略的机制啊 它是要把这个日本 澳大利亚 这样一些所谓军事盟友 不断地框定到 自己的战略体系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也重视日本 也重视澳大利亚 但是由于澳大利亚 它身处占领印太结合部 而且澳大利亚 它本身是一国占一块大陆 它的战略纵深会更远 更长一些 所以美国在它的这个 所谓动态军力部署方面 对澳大利亚是尤为重视 美国过去也已经做了一些铺陈 和一些具体的铺垫 比如说这次提到这个BRA轰炸机 这个BRA轰炸机 最大的这个航程航距是 一万一千公里 但如果在美国这个原有 在澳大利亚部署加油机 在空中加油之后 就达到一万八千公里 这样的一个高远度的航程 那么美国很显然是在做一个 远程战力部署的这样一种测试 一旦这个测试完成的话 对于美国所谓的印太布局 特别是两洋的这种打通 应该说是某种很大程度上 一种加持 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安排 其实还是要不断地 通过这种动态的部署 去把它规范到美国的 这个印太布局当中 近日美国纽约时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声称俄乌冲突 即将进入最危险的新阶段 我们来看短片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 俄乌冲突即将进入 危险的新阶段的文章 文章表示 尽管俄罗斯损失惨重 乌克兰坚定的北约盟友们 也感到疲惫了 这场冲突令欧洲的天然气 燃油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 如果拖到冬天 欧盟国家的许多家庭 可能不得不在取暖和食物之间 做出选择 并总结称 俄乌冲突即将进入 自二月以来的最危险阶段 那就是普京的冬季战略 对抗北约的夏季战略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7月15号 美国众议院 以329比101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一项军费预算法案 法案的内容 在拜登提出的 创纪录的7730亿美元的基础之上 再要求增加 针对所谓中俄威胁的 370亿美元 又刷新了历史记录 预计美国明年的国防预算 将超过8000亿美元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7月16号报道称 美国众议院批准了 向挪威出售空对空导弹的计划 该计划总额9.5亿美元 并向爱沙尼亚 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消息指出 这一计划如果实施 将有助于通过加强 北约成员国安全的方式 实现美国在外交政策 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目标和任务 那么俄乌冲突 是否真像美媒所说的 即将进入最危险的新阶段 美国不断向北约国家 出售武器 想在俄罗斯周边 形成怎样的包围圈呢 防武新观察继续为您解读 那请向王先生 我们看到美媒称 这个俄乌冲突 即将进入一个 最危险的新阶段 并称这是普京的 这个冬季战略 和北约的夏季战略之间的对抗 您觉得这个从夏季到冬季 欧洲的局势 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在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判断这个欧洲的局势 很可能出现一些全新的变量 俄罗斯跟欧洲 特别是跟欧盟的一些大国之间 在经济的这个联系 应该说是非常的紧密 特别是在这个粮食 包括它的能源方面 如果说这样一种需求 它能在短期内 展开这样一种打破 也就是说深度去挑拨 这个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话 那么对俄罗斯的消耗 还有就是对欧洲局势这种掌控 美国可谓是能赚得盆满钵满 这是一个 再者呢 我们还要看到 另外的一种变量 就是什么呢 欧洲很可能会进一步的分裂 现在我们就看到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比较分裂 就是一方面呢 新欧洲一些东欧国家 特别东欧小国 然后呢 干当美国的这个马前卒 在这个冲在了去遏制 就跟俄罗斯博弈的第一线 那么美国呢 也不断地向这些国家 去出售相应的武器 向美国向他们提供 相应的这种防卫的装备 另一方面呢 就是老欧洲其实 它是发出了很深刻的这种担忧 特别像刚才提到 这个冬季的问题 一方面 像天然气啊 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供应 另一方面 这个粮食的供应 也是一个大头啊 你否则一旦到了冬季 又挨冻又挨饿 那怎么办 所以它展开一些 深度的一些思索 比如说这个现在 这个欧洲大国 我们说这个欧洲大国 你现在英国 像这个意大利 这个英国首相辞职 那么意大利呢 方面也提出 总理也提出辞职 一方面这是它国内的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说这是不是 这是一种集体对于过去 这个在欧局势的应对模式的一种反思 也未尝可知 那曹先生 我们关注到这个美国的国防预算 是再次刷新了记录 这个总额将超过8000亿美元 并且呢 声称说这个超过的部分 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中俄威胁 那您如何解读这个逐年上涨的 美国的国防预算 其实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呢 就是一直是世界第一 而且是一个超第一啊 那美国为什么一直要排列 这么高的这个就是国防预算呢 是美国的安全 真正受到了那么大的威胁吗 不是的 这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因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包括了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个就是白宫五角大楼 这个决策层 就是你如果老是发动战争 发动军事行动 那么你做了这样的决策 那它就必然带动 它的军工事业的发展 那这个军火商就要开足马力去生产 所以这个战争 这种军事行动 那这个对军火商来讲 这是他们最高兴的事 是别人家家可能在哭泣的时候 他们可能在开香槟酒 在庆贺 其中把这个俄罗斯 把中国等等很多的国家 列为这个潜在的对手或者敌人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就是你不是我也说你是 因为我要给美国的民众 有一个交代 不然的话我没有那么多的敌人 我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开销 我却把国防预算造得这么高 那我怎么能通过呢 所以我觉得呢 这完全是对就是其他国家的 一种抹黑 或者是对这个安全的 威胁的一种夸大 那我们还关注到美方近日表示说 将向挪威出售这个空对空导弹 对爱沙尼亚出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您觉得这是想围绕着俄罗斯 打造一个新的包围圈吗 其实这个通过一系列的密集的举措 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呀 它是要妄图在俄罗斯周边 打造两个包围圈 第一个呢是波罗的海包围圈 第二个呢是北极包围圈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 它其实是一步一步的连在 其实唱的是连本戏 在这个波罗的海的周边 包括这个炒作 这个波罗的海北部的两国 像这个瑞典 芬兰 入约也好 还是说炒作这个所谓 加里林格勒的这个危险的局势也好 它都是要一方面 是顺应美国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部署 如果能够迅速地通过这些国家 所谓的盟友的关系 把这个波罗的海的大门关上的话 对俄罗斯就形成一个 北部海洋遏制之势 那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海 可以说是美国很大程度上 就掌握了这个战略的 这个主导权和这个控制权 所以说这个波罗的海的包围圈 某一种呈现的形式 很可能就是这个海马斯包围圈 那么多米诺古牌沙尼亚第一块 退到之后 接下来很可能 立陶宛 波兰 芬兰 都可能会相应地跟进 那么由此 这会形成一个相对恶性的一个循环 这是其一 另外一个包围圈 我们看到就是它涉及挪威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北极包围圈 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提到 如果说北约 芬兰 瑞典也加入 那么北极理事会当中 八个国家里面 七个就是北约成员 俄罗斯会非常的被动和孤立 那么除了入约这个形式之外 这种方式之外 美国还会鼓动挪威 以至展开对俄罗斯的 一个具体的挑衅 特别是在北极方向 现在美国方面又提出 对挪威 我要展开这个新一轮的 导弹的这种输出 其实它就是对挪威的 进一步的拱火 它希望通过这样那种 又拉又压这样的那种方式 让挪威跟美国方面 展开深度的绑定 融入到美国和北约 整体布局当中 一直去充当 去北极方向制衡俄罗斯 制衍俄罗斯一个马前卒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